一家企业深层级研发了仿真机器人 实际上却让两名真人模特儿冒充机器人参与展示 由于厂商未向观众清楚说明 许多人误以为这些模特儿是真实的机器人 并对他们进行了不当接触 这让模特儿们感到非常不舒服 在2024年北京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最后一天 一家中国企业因使用真人模特儿假扮机器人而引发争议 这两名模特儿被安排挥入真机器人之中进行展示 但厂商并未告知观众这一安排 结果导致观众对机器人的真实性产生误解 并对这些模特儿进行了不当行为 本次大会由北京市政府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吸引了大量国内外企业参展 展示各类尖端机器人技术和产品 然而在大会的最后一天 一家企业深层级研发了仿真机器人 实际上却让两名真人模特儿冒充机器人参与展示 由于厂商未向观众清楚说明 许多人误以为这些模特儿是真实的机器人 并对他们进行了不当接触 这让模特儿们感到非常不舒服 随助展会的进行 一些细心的观众开始察觉到问题 尤其是其中一名模特儿因为出汗 而需要助理帮忙擦汗、吹风扇 另一名模特儿在休息区喝水 近时的影像也被拍下并上传至网络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他们的身份 然而这并未阻止某些观众的行为 模特儿遭到围观者的上下骑手 并触摸其头发与脸颊 让他差点情绪崩溃 这一事件在网络上迅速发酵 引来大量网友的热烈讨论和批评 有网友留言这么逼真的机器人 结果竟然是人 这根本就是欺骗 还有网友表示 这种操作真是让人对展会的专业性 产生了质疑 另外部分网友直接批评到 这根本不是展示技术 完全是为了商业炒作 也有人质疑 会不会有人明知道是真人 却还假装不清楚 并对模特儿上下骑手 大家对假机器人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Main News 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直到近日在清理酒瓶残渣时 他意外发现 这些海马不仅拉不断 还会在火烧后收缩 并散发出浓烈的塑胶味 这才惊觉 原来所谓的药材 其实是塑胶伪装 中国广东的王姓男子 最近在家中发现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 他家中泡了两年的海马药酒中的海马 竟全是塑胶制品 这一发现令王先生感到极度傻眼 同时也对市面上药材的真伪产生了质疑 据中国媒体报道 王先生表示 这些海马是他两年多前 请朋友从其他省份带回的中药材 他花了约30元人民币 约薪台币132元 购买了一对海马和海龙 并将其放入酒中炮制 直到近日在清理酒瓶残渣时 他意外发现 这些海马不仅拉不断 还会在火烧后收缩 并散发出浓烈的塑胶味 这才惊觉 原来所谓的药材 其实是塑胶伪装 这则贴文迅速在网路上 引起了广泛讨论 许多网友对此表示惊讶和不满 认为这种伪造药材的行为 不仅欺骗消费者 更有可能危害健康 不少人还开玩笑说 这药酒的药效可能不清楚 但塑化剂一定达标了 讽刺这种伪造药材的荒谬性 王先生也表示 他之前并不经常购买此类药材 因此难以分辨真伪 幸运的是 尽管他已经喝了这酒 但目前看来并未造成身体上的不适 他也提醒其他消费者 在购买药酒或药材时 因格外注意产品的来源和质量 此事件再次引起公众 对于中药材市场管理和消费者 权益保护的关注 消费者在选购药材时 需要更加谨慎 以防受骗上当 同时 也呼吁相关部门 加强对市场的监管 确保中药材的质量和安全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Linux 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利用助农的名义 制作假的农村影片 以塑造大梁山原生态的形象 随后 他们销售并非真正由当地制造 而是从其他地方购入的 大梁山特色农产品 近年 中国的网络直播带货如火如荼 众多平民百姓 一夜之间成为了网红 引发商机也带来纠纷 在这波风靡一时的 网红经济背后 存在着不少漏洞和骗局 月前 四川梁山警方揭露了一宗 重大网红直播带货伪造贩卖案 涉案者多达54人 其中包括11名网红 此次打击被认为是中国当局 对于整顿网红直播市场的重要行动 网红直播带货 作为中国新型的电商模式 因其低成本 高回报的特性 迅速吸引了大量人员参与 然而 它也伴随着多起消费纠纷 特别是在助农和扶贫名义下的 直播带货 梁山遗族自治州政府 最近针对此类事件 召开记者会 详细说明了案情 事件背后的主要嫌疑 是这些网红 在多频道联播网 MCN机构的支持下 利用助农的名义 制作假的农村影片 已塑造大梁山原生态的形象 随后 他们销售并非真正由当地制造 而是从其他地方购入的 大梁山特色农产品 从而实现高额利润 进一步的调查发现 梁山的网红以及多家MCN机构 均涉嫌进行虚假宣传 他们选择了当地荒废的建筑物作为直播背景 然后策划剧本 选拔有潜力的网红 将他们包装成具有大梁山原生态特色的人物 此外 他们还制造了多种引人注目的剧情 以吸引更多观众 梁山州公安局副局长卢小梅指出 这些网红和MCN机构 在假冒的大梁山特色农产品商标下 大量购买低价的蜂蜜和核桃等商品 然后将其作为梁山的特产销售 涉及的金额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 他们还雇用网军来刷单 创造假象 诱导消费者购买 整个伪造销售的灰色产业链 涵盖了从培训网红 制作剧本到农产品供应和销售的所有环节 此次行动共逮捕了54名涉案人 查扣了大量的涉案商品和资金 对此 梁山警方表示将持续打击这类违法犯罪活动 并加强对悲惨营销和虚假助农等乱象的整顿 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和网络的清朗 此时间再次提醒公众 网络直播带货并非都是真实的 消费者在购买时必须保持警惕 避免上当受骗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在网友建议下他选择在网上募款 感人的故事迅速吸引了台湾人的关注 不仅获得超过500万元的捐款 还有女粉丝每月定期捐助 使Jack能带母亲至台湾接受治疗 拥有YouTube频道 Jack的公开日记的 中国网红近期被多位知名网红揭发涉嫌骗捐 Jack于今年2月 揭露其母亲急性骨髓白血病的悲情故事 唤起了台湾网友的同情与支持 他在影片中声称 即使将家中的房屋和车辆都售出 也无法负担高昂的医疗费用 于是在网友建议下 他选择在网上募款 感人的故事迅速吸引了台湾人的关注 不仅获得超过500万元的捐款 还有女粉丝每月定期捐助 使Jack能带母亲至台湾接受治疗 Jack对于台湾人的善意感到难以置信 曾在影片中表示 大家只是萍水相逢 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他也反复强调台湾人的热心与善良 表示深深的感激 然而 事情在Jack陆续发布的直播和影片中出现了破绽 网友发现他多次遮掩医院的缴费单 而收到捐款后的生活方式也引起了公众的怀疑 他不仅购买新的苹果手机 进口车 更带着父亲赴日本旅游 且选择商务仓 更加助长疑虑的是 他先前声称的母亲接受治疗的医院 与事后被发现的情况并不相符 知名网红也自影片中痛批 Jack 他指出 Jack之前所述的负债 卖房卖车以及出境限制 与其近期的行为并不一致 也质疑Jack为何在直播后删除相关记录 认为这是意图掩盖真相的表现 另一知名YouTuber也表示 这个频道一度成为台湾频道单日赞助排行第三名 根据粗略估计 Jack可能已募得超过500万新台币的捐款 然而 即使在其母亲过世后 他依然没有将款项返还 反而声称这都是自己努力赚来的 对于持续的质疑 Jack总是回应时间会证明一切 并将质疑他的人称为酸民 但在最近几位网红的揭发后 Jack赶紧将频道重新命名 删除大部分影片 并更改了头像 引起更大的关注与疑虑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